据报道 麦科廷新闻报记者 为揭露麦科廷县政府工作人员的不法行为 在3月6号 县政委员会公开会议后 放置了录音设备 而这部录音设备却意外记录下了 县政委员会委员和治安官 在谈论竞选警长时所说的种族主义言论 在美国 矫索常常被隐喻 以私刑方式处死非洲裔人士 成为种族主义的象征 据了解 从19世纪80年代初 到20世纪60年代末 私刑在美国国内颇为流行 至少有4700名非洲裔美国人 死于私刑之下 这段录音一经公布 麦科廷县一片哗然 17号 在该县的艾达贝尔镇 有大批抗议者聚集在 县政委员会门前举行抗议活动 他们对官员的种族歧视言论 感到愤慨 并要求涉事人员辞职 我恰恰到知道 这是2023年 我们仍然有些人 想要生活于1921奥卡邦的生活 当你开始谈谈和杀人士 与人生命的生命 并没有什么意思 不是刚才能做 这些人 需要的手企单 出品的信息 牧场 出品 和杀人士 您可以做什么 着急